第25章 谁在拼命以求 谁在当炉卖酒 酒徒看着满天的繁星沉默良久 眼眸里的情绪淡而不散 如饮美酒无量 误入星海深处 沉醉不知归处 即便知晓也懒回舟 或许那真的很美 他看着繁星 眼中忽然流露出极抹记忆 像孩子看到大山那边陌生的世界 充满了畏惧与不安 声音微颤 但也很可怕 最甜的蜜糖 往往就是最毒的砒霜 最美的向往 有时候也正是最大的恐慌 自由很好 但无所一凭很坏 只在美人一念间 大师兄轻轻叹息一声 知道他已经醒过来 并且做出了决定 酒徒回首望向他 神情肃然说道 存在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 比别的所有都重要 未知我可以放弃很多 存在与追求并不矛盾 但书院的追求与浩天的意志 矛盾 浩天的想法与你我的存在 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能存在这么多年 便是因为我绝不会打笔书的仗 连你老师都胜不了的浩天 我又怎能胜呢 大师兄沉默了很长时间 忽然说道 那书院呢 酒徒微微挑眉 大师兄静静看着他的眼睛说 不与浩天为敌 便要与书院为敌 您没有战胜浩天的自信 就确信能够战胜书院 酒徒挑起双眉 变成夜风里静止的两道画笔 大师兄说道 策反不成 便要反正 书院能做什么 书院会拼命 当年秋雨里的烂科寺 书院曾经拼过命 后来在长安城 在青霞 在荒原 书院都曾经拼过命 用自己的命去拼敌人的命 书院弟子都是骄傲 甚至可以说自恋的人 他们将自己和同门的性命 看得比天还重要 当他们开始拼命时 那必然是到了绝境 他们必然会爆发出 难以想象的光彩 剑圣柳白 讲经手作 灌主 书院 面对再如何强大的对手 只要开始拼起命来 那么便没有不能战胜的人 或者天 九徒和屠夫会是例外吗 有趣的是 书院真正能拼命 会拼命的人 吹不上我 比如林雾 比如君墨 甚至包括宁缺 而能追上我的 不会拼命 九徒看着他平静地说 书院 书院要和我拼命 你是最好 甚至唯一的选择 你我皆无拒 我们走着相同的道路 看着相同的风景 于是 才有可能相遇 这是拼命的前提 可是 你确信 自己真的会拼命吗 任何事情 都是可以学习的 我 擅长学习 在玄空寺外 我便葬过你 进步神速 当时 你便比战灌主时 要强大很多 朝闻道 耳目悟道 果然不愧是 夫子最疼的弟子 你 确实很擅长学习 你比君墨和林雾强 但你真的确认 能够学会拼命吗 拼自己的命 简单 拼别人的命 困难 这便是昨夜 我已经证明了的问题 你学会了打架 继承了木棍 杀过人 但你依然 不会杀人 因为 杀人不与杀人同 或者 我可以带着 会杀人的人 你能带着菩提树 万里回书院 却不能带着人 千里奔袭 像当日在悬空寺 你带着君墨行走 能走多远 我最怕的 其实是这个 如果你真能带着林雾 千里奔袭来杀我 那我除了躲回小镇 藏在屠夫身边 还能做什么呢 你若回小镇 小师弟的剑 便到了 九徒的神情微变 才知道 书院事先已经做过这方面的计算安排 只是实施不成 于是才有了今日的这番谈话 秋风呼起 夜上的水珠花花落下 他的身影忽然消失不见 大师兄的神情变得有些愤怒 密集的水点落在棉袄上 仿佛落在沙滩上 涂出很多诗意 然后迅速消失不见 雨水落在地面 没能全部渗进山石泥土 他脚前的地面上 积了个浅浅的小水坑 只有蚂蚁正在水坑里拼命地挣扎 他沉默低头 看着水蛙 轻弹手指 有片金黄的树叶 无风而至 落在水面上 不多时 那只蚂蚁 艰难地爬上树叶边缘 捡回了一条命 水蛙 微微颤抖 有影覆盖 九徒回到山林间 身影遮住星光 暗沉灰暗 大师兄抬头看着他 问道 为什么又要杀人 九徒的长山上 没有新鲜的血水 但确实 有人死去 我说过 书院 不要对我有杀意 再轻 再淡的都不行 因为我会感到恐惧 这让我痛苦 那么 我便会杀人 让你们痛苦 让你们恐惧 这次 死的又是谁 不知道 应该是个普通人 或许是唐人 或许是阎人 我只是杀人 并不挑选对象 也许下一次 我会杀个荒人 大师兄沉默 九徒看着他 怜悯地说道 忍者爱人 你不敢杀人 不愿我杀人 便无法与我拼命 那么 你便只能学会接受 书院从今日开始 安静些 带神殿烧死新教的数十万信徒 在阔清唐国周边的国家 再来最后的焚烧吧 大师兄盯着他的眼睛问道 杀人对你来说 究竟意味着什么 你已经把自己 当成非人的存在 所以没有任何心理障碍 甚至陶醉其中 没有心理障碍是真 陶醉 则不然 九徒走到崖畔 副手望向夜色下的人间 看着林康成 稀疏的灯火 平静地说道 我不是一个滥杀之人 在我眼中 凡人皆如鸡狗 即便性情扭曲变态 杀同类大概能有快感 像我这般 杀鸡杀鱼 又有什么刺激的地方 大师兄走到他身旁 副手看着夜色下的人间 看着林康成里的光影 右手不知何时 已经握住了木棍的另一端说 难道 一切无可改变吗 夜很漫长 消失却仿佛是瞬间的事 只是眨眼的功夫 红暖的朝阳便跃出了地面 照亮了秋雨中的山野 太阳一定会再次升起 白昼永远不会黑暗 在昊天的世界里 唯有昊天能够永恒 而这是你改变不了的规律 大唐没有认输的习惯 书院也没有 我或许改变不了这个世界的规律 也改变不了你 但至少可以改变自己 九徒的目光落在他握着的木棍右手上 说道 想杀我 杀不死你 但可以杀死别的人 你所说的改变 哪怕是堕落 是的 哪怕是堕落 九徒沉默片刻 你打算去杀谁给我看 我要去小镇 看那位当炉卖酒的姑娘 看她是否生得漂亮 问她卖的几年沉酿 你有没有欠她银两 九徒沉默了很长时间说 请便 优优独播放 稍不减 第二 。